大家好,這個沒有意外我們又延誤了 然後來跟大家探討一下這個開發IoT的作業系統的經驗 那我們這次會介紹一個作業系統叫Pico 然後這是我們在這個月的Cost Carbon揭露了一個小型的實作 然後今天呢除了我以外隔壁有一位無怨寬 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On有關的部分 那我來看一下就是說我們一些想法就是開發PicoRT 那我們有一些設計的想法是這樣就是說第一個呢就是 事實上呢在一些OS 比如說你聽過的這個Priatus 跟Linus之間呢基本上它存在一個孔缺 Priatus基本上有很多不同的平台意志 而且開發其實還算精簡有效 大家看一下這個這個是我們之前幾屆的學生做的一個報告 然後就是揭露說這個Priatus的設計啦 就是從通訊排成中段 那以及它一些跟平台有關的這個分析 那這個作業系統基本上很精簡 而且整個程式碼大概就有不到9000毫 總共不到9000毫 那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精簡又很值得學習的 那但是它最大問題就是 基本上你要在上面移植應用程式是非常困難的 那另外一個是Linus Linus基本上從4.1開始 4.1開始就可以支援這個Cortex-M的系列了 所以像是STM3的這種它就可以移植了 但是你後續要做的工作是非常大的 而且要考慮到一件事就是 不是光有Kerno就可以運作 其實你需要這個Root 5 System 那基本上它的空間大概就是2MB 那在兩年前呢 兩年前我們有做一些分析啦 就是這兩年前我們在Linus Foundation舉辦的 Imbed Linux Conference上 就有跟大家分析過這個 Linus要用在這個 On的Cortex-M4的話呢 基本上你要考慮到非常多議題喔 那這是我兩年前在E遊戲的報告 那簡單就是說你會面臨的問題就是 空間啊還有效能喔 那甚至還幫助機制處理 那當然用Linus的好處是非常多的喔 就是你可以做到這個原始碼乘級的相容性 但是問題是說你要付出的代價其實是很大 所以我們現在想的就是說 這中間有些空缺喔 那我們在想說這中間空缺是不是 是不是存在一個作業系統可以去涵蓋 所以這是我們這個Picot-T的動機 那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基本上我們從 從API層面到客戸內部設計 基本上會進行學習Linus 那但是重新做 然後主要是針對這個M系列 On的M系列 所以主要針對是M3、M4、M7 那M7可以提一下 M7是有Cache的 對你沒聽錯 M7有Cache 但是M3跟M4是沒有的 那Picot的授權條款呢 就是ESD license 那跟前面講到像Friatos跟Linus 是有很大差異的 這兩個基本上都是GPL 那Friatos是修改過的GPL 不過精神是相似的 然後有這樣的一個設計之後呢 有個好處是什麼 就是說比方說我們最近 最近的話一直那個Python Python的平台 一直Python平台 你就可以相對容易 相對容易的這個儀式 所以比方說你可以看到說我們這個 這是Pico的中段畫面 就像你畫面中看到這樣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執行一個 Python的什麼 Python的這個資訊引擎 所以這邊比方在撰寫一個Fibonacci的這個程式 然後這個是地毀 然後就地毀呼叫 事實上你還可以寫更廣 把這個東西擴充 所以就比方說你在畫面中看到 逐步去這個 執行這個Python的程式 好 那這個好處就是其實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很多API 都是跟Linux相似的設計 所以相對來講 一直的機會就很大 好 然後在這裡外呢 我們會 其實我們這個最初的動機是 我們想要開發一個 針對IoT的這個hypervisor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東西來驗證 就是說你可以想像我底層呢 已經有一個hypervisor 然後上面有這個Pico 那你可以用這個Pico來 對底層的hypervisor做分析 好 那接著呢有一個東西呢 是值得一提的 當然在今天不會涵蓋到 就是所謂的形式外驗證 那簡單說形式外驗證 我想要用 你就想要把它想認成數學吧 就是說我們想像說 像數學證明一樣 一關接著一關 逐漸去驗證這個軟體 那所以如果你的系統呢 非常複雜 那你要對這種軟體呢 做這種一環接著一環的那種分析呢 跟這個驗證呢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說呢今天這個規模是小一點的 比方說像我們今天 我們開發出的這個Pico Pico很小 Pico整個現在編譯出來的東西 就只有多大呢 它就只有18KB 眼見為平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 它的空間就是 就是18KB 甚至現在更小 17 所以就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它的 佔用的空間是非常小的 那這麼小的一個程式呢 那我才有機會怎樣 對它做 形式化驗證 如果你要看它的 程式碼的話呢 Kernel本體的話 大概約2000行 然後如果你包含那些 headfile啦 跟這種 跟平台有關的部分 那算進去的話 就是 4000行以內 那 所以這樣的一個規模呢 才有機會 就剛才講的那個驗證 那你說這個東西 有什麼應用啊 比如說 我們都很熟了 就是昨天的提電嘛 那 像這種防護機制呢 其實這也是一個 IoT的作業系統 一個很有用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 因為它需要的功耗相對低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你今天有一個裝置 比方說用那種 扭擴電池 就可以運作了 所以你不需要持續充電 那它可以持續去監控 監控那個系統運作 這也是一個 很 很基本的一個應用 那如果說以電廠來講的話 電廠的話大概電錶呢 可以有幾萬個 甚至更高數量的那個什麼 更高數量的這個電錶 那以及監控系統 其實這個監控系統 也是很多 那其實有很多專屬的作業系統 就在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我們只是怎樣 我們只是 重新實作 好 那這邊來跟大家探討一下 這個一些相關的專案 給大家做參考 第一個就是 Hyper-C 那 Hyper-C 是 由一位聯發科技 服務的這個工程師開發的 那這個作業系統 它很有意思 它的程式碼非常的精簡 那 它主要就是針對這個IoT的作業系統去設計 那甚至它還有考慮到這個電源處理 好 所以比方說你可以看到 在畫面中你可以看到說它可以做這個BFS 好 就是這個頻率呢 我們都知道電腦的頻率跟功耗 是有絕對關係的 一般來說就是頻率的平方 那 那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說 所以 如果它的scaling呢 可以做 可以很有 作業系統可以涵蓋的話呢 它可以這樣更有效地去做電管理 那再來是做這個Tickless 那Tickless可以降低什麼 降低這個 沒有必要的這個中段 所以我作業系統不會時時刻刻醒來 所以是有事件導向才會醒來 那這樣呢 可以降低這個 不必要的這個能源開銷 所以可以看到HyperC 其實它考慮到非常多事情 然後再來是 它做了非常多最佳化 好 那 如果真的要講它問題的話 大家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不是open source 最大的話 HyperC OS不是open source 它可以 它在Github可以取得程式碼 但是它不是open source license 所以其實你不能做 商業應用 這是hyperC 比較大的問題 然後 F9是我們之前在 大概是從 4年前 4年前開始 開發的一個系統 那它是一個 也是一樣 是真的CodeX M 然後 又考慮到 記憶體保護 這邊是記憶體保護單元 那我們就開發了這個微核心 然後在 大約在3年前 那 這套系統就商業運轉 那 這是一家美部公司 叫 Genesis System 就把這個 F9 Microcontin 做商業運轉 那 你可以在它網頁 可以看到一個 一個示範 就是說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 物聯網的一個 整體解決方案 所以它解決問題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螢幕上可以看到 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 任體更新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 這個系統的想法 就是說 它底層有一個非常小的 一個 Microconel 那這個Microconel就是什麼呢 這Microconel就是這個 F9 所以 Genesis System Genesis USA這家公司呢 就把這個 F9 當作一個 底層的一個 底層最基本的單元 然後呢 接著呢 就可以在上面做什麼 比如說這個做任體升級 FOTA 分為 Always the Air FOTA 所以FOTA如果失敗的話 你還可以 退回來到什麼 最基本的系統 所以最基本的一個系統 非常小 大概就是20KB 那它是一個 可以去檢驗任體 然後也可以去確保 任體就算升級失敗 它可以怎樣 還是可以切回到 呃 原本的狀態 那 除了這以外呢 它還可以做什麼呢 你可以 你可以提供一個 假設你可以網路聯繫的話 你甚至可以提供一個 遠端的呢 私有的通訊 好 那這邊做一個 基本示範 那 Genesis System呢 Genesis USA呢 它發展的東西叫做 Rakix 嗯 IoT Path 所以它有一個 原端平台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它的展示 那它的展示是這樣 就是說 抱歉 抱歉 拿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的展示 基本的展示 好 嗯 切一下那裡 只要打開這一點 那就卡住了 卡住了 卡住這一點 好吧 這個 本來想要展示給大家看了 不過 放棄 好 不知道為什麼練不上 好 那 再來是一個 就是你在剛才的那頁可以 其實如果你 如果你重新載入的話 也許打得開 那它裡面有一個展示 就是一個地圖 那這個地圖 你可以看到說 在部署每個節點 可以 可以去看它那個 呃 資訊狀態 好 那它有幫助一個 即時的一個 即時的那個影像處理 好 那再來是有個東西 叫RTNZ Plus 好 那這也是另外一個 我們在成果大學發展 一個做一種核心 那主要的用途 是來做這個 呃 教學 那我們這邊也有提供一些 很很基本的 基本的那種 基本的報告 好 給大家做一下參考 好 那所以比方說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 這個系統呢 我們居然發展一陣子 就是從 大約是從 20 2013年 一直開發到2015年 那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寄一個簡單的報告 跟你講說它是一個 教學用 然後在小型的一個 RTOS 那在這個系統上呢 就可以做這個 嗯 它有兩個模式 就是 User跟Kernel More 然後呢 上面的執行單也是 Test 那有基本的這個 Pthread Party Thread 之言 然後 這邊來講的話呢 最主要就是讓 呃 讓大家了解說 比方說 這個 UN的這個運作機制 好 那比如說 這我們等一下也會跟大家提啊 比如說Exception啊 Exception Return啊 還有說 像這個 系統呼叫怎麼實作啦 怎麼做Conway Switch啦 是不是 那所以希望它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 一個 驗證的一個環境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另外一個追求呢 我們叫Nux 齁 那這個 Nux呢 你可能沒聽過齁 但是你可能知道另外一個東西叫做PS4 好 好 那它是一個 無人飛行的一個 一個 一個系統 所以基本上你會看到很多無人機啊 它裡面就跑這個 Nux 好 這個 這個專案已經用得非常廣 好 那這個專案有趣的地方是 它底層就是用這個 Nux這套作為系統 然後 它可以提供這個 UAD 好 就是無人自動飛行系統 好 那除了這裡外呢 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說 嗯 這裡面呢 它其實有預留一個彈性的 什麼彈性呢 就是Linux的相當彈性 為什麼 因為它事實上 它 它是真支援這個Badis 那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設計 不過它有 它有一些致命的問題 第一個它就是 它的這個 cos 實在太大了 所以它比Linux小很多 但是 基本上 還是相對比較大 它基本上 它的那個系統運作大概是 100 100 這個KB 這種等級 那甚至還有更大的 那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什麼 就是它的那個 Linux的能力還是比較差的 所以就是 Nux比較大的問題 不過 還是 它還是非常優秀的一個 作為系統 這樣我們能夠設計 其實是參考它的 這個想法 然後呢 這個剛才講的 PS4呢 它是屬於這個 中扣專案的一部分 好 好 那接下來繼續看下去 就是第一個就是 再來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我們 參考的對象就是這個Linux 那這個Linux的話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Linux的設計 其實有些比較便扭的地方 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Linux一開始只是一個 大學生的專案 所以它 有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一開始的設計 沒有 沒有要解決非常多問題 然後呢 一開始 它的設計就是 以 process為主 而不是 thread 為主 那所以一開始 只是一個 single thread 然後 當然說多核 多核一直到 Linux大概發展 10年後才真正納入 Linux很早就可以 在很多不同的硬體上運作 在1995年就可以在 ABA那邊運作 然後 但是呢一直到 一直到了 Linux發展10年 才針對這種 SMP 然後甚至它也發現 這個多 進行序 這種 這種機制 才做 處理 那所以Linux以前 怎麼做的 Linux的做法就是這樣 就是說 裡面早期有個東西叫 Linux thread 如果比較早 大概20年前開始玩Linux的朋友 應該就知道這個東西了 就是Linux早期 特色沒有 thread 所以有人就做一個 叫Linux thread 希望它就是 就是 本質上它是 LiveWay Process LiveWay Process 然後呢 它的 所以 排程的時候還是 以這個 以這個 形成為 排程單位 好 那 thread是怎樣 是跟別人共享 就是跟其他 之類共享 所以 它排程的時候 是這樣排 就是說 我以process為主 然後process 排完之後呢 它裡面就是 有一些 小的指名序 所以小單元 然後在這邊這樣 再排 那這樣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 裡面任何一個 指名序呢 只要有一個 區域吧 區域這個 裡面有個資訊序呢 如果它是怎樣呢 這個呼叫 系統呼叫 而且這個系統呼叫 是blocking的系統呼叫呢 那 這個反正什麼事呢 就是 那 所有的thread就會這樣 就會 因為這件事呢 就block起來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它其實效果很差 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有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如果你用抽象角度 Linus在本質上 其實沒有資源thread 那它的本質上 還是以這個 華視值為主要的考量 那當然 現在Linus其實不是 這麼一個事了 如果你 15年前開始玩Linus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這個東西 叫NPTL 所以Linus現在的模型 是有個 1 to 1的模型 所以 thread可以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 User的一個thread 可以對應到Kuno一個thread 可以做一對一的對應 那在 Microsoft有一份論文 就來探討 探討什麼 早期的這個process 更是這個設計 那 為了這個考量 所以其實呢 我們的設計呢 其實 因為這個事情 我也有做很多想法 所以為什麼 我們重新實作這個 Linus 空間可以很小 因為我們沒有歷史包袱 特別強調就是 Linus的設計其實很多包袱 然後Linus的很多標準 所以說 Linus有的 有做 BSD專有的 也做 Servaris 也做一部分 所以Linus是包三包還做很多 一家一家 讓人家都包袱 那如果說呢 我們重新思考 那這裡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東西 PSE 51 這個 PSE 51 介紹PSE 51之前 我們要先介紹一個很重要的單位 叫做這個 叫做什麼呢 opengroup the opengroup 那 我們要很清楚一件事 the opengroup 它跟open source 是兩碼的四號 open system 跟open source 也是兩碼的四號 所以不要搞錯了 那簡單來說 the opengroup 它定員很多 unit相關的標準 而且它定員一直都在更新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邊列出來的東西是 03年 03年 不過一直到最近 還是有一些修訂 那 所以簡單來說 這個東西在定的東西 就是 unit system 然後Linus 是unit system 一個人 一個便洗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底下有的東西 是PSE 51 好 那PSE 51的話呢 其實有分 不只有51 有525354 好 然後呢 再來是 有一個東西叫lsb 好 那lsb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 左邊列出來集合的一個 super save 好 所以幾乎平常都涵蓋 那這邊呢 你可能要轉到下面一點看一下 好 下一個對照表 好 對 下一個對照表 那這邊有幾個標示 基本上標這個 減的話 表示沒有 然後 這個x呢 表示有 不要搞錯了 這是有 那o呢 裡面有o的話呢 o表示什麼 表示 就是 選擇性 o或是 信號這種 那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 如果你把這個 p值的標準來看的話呢 pse是它最小的集合 那這個最小集合 那這個最小集合就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列碳 針對這個列碳 針對列碳的需求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以最小列碳的需求來講 會有什麼 基本的io 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個 python可以移植過去 然後基本的signal 好 那除了這裡外呢 還有基本的這個 檔案 同步的處理 然後 lomenlocking 好 synchronize io 所以你有看到這個 readlack這種東西 但是不包含synchronous 然後 再來是那個 HRT 就是那種高精準的這個 timer 好 那除了這裡外呢 還有這個 共享的這個記憶體 好 那值得一提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這個 排程的單位呢 並不是process 那是什麼 要是底下定處的 好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們這個使座來講的話呢 是針對這個ps-61 好 為API涵蓋 好 那我們的目的是 可以運作底下的設施 那就是 LMBench 那就是 那LMBench裡面有非常多車項 我們特別在一個地方是說 像 Commets 其他signal 還有這個系統的這個 系統護照的這個負擔 好 然後以及 是 嗯 記憶體存取的一個什麼 一個一個 一個延遲 好 說這以外的話 有個東西叫什麼 Psychotic Test 好 那Psychotic Test的話 原理就很簡單 就是說 可以最高看家的網頁 基本上它是 它是Linus Foundation旗下有一個叫做 反正有專門在做LiodeTimes的小組在做的事情 那它的原理非常單純 就是說 你就想像說 假設我每1米 Second 我設定一個時鐘 我每1 Second 就是 醒來 那當我醒來之後很快就會睡覺 那我睡多久呢 就睡1米 Second 好 那 當我醒來的時候呢 事實上呢 會有些延遲 來自系統護照 來自中斷 或是相關的 那我醒來之後 會有些時間差 就是我 我雖然期望是睡1米 Second 但實際上會有 這個時間差 那這個時間差就是什麼 我剛才講的就是 這個延遲 我就把它記錄下來 好 所以它就是周期性的把這個東西記錄下來 看什麼 看它分佈 那所以 以這個Psychiatric Test來講的話 它會需要哪些東西呢 它會需要前面講到這個 像是 時鐘啦 那 或者說 想那個 直尼序啦 或是這個 Signal這種東西 好 那除了這以外 還有什麼東西 它叫做 HackB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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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HackBench的基本上 它是來創造這個 複雜的 系統複雜 所以你可以想要說 我建立一大堆情緒 好 然後看這個 系統運作的狀況 所以 如果說我們今天要開發一個 即是多工的作業系統的話 我們今天既然建立很多情緒 它應該講 要符合預期的運作 好 比方說我的這個 雖然是 應該 即便是建立那麼多情緒的話 還是可以這樣運作的 好 那另外一個工具叫做Stress NG 所以NG就是 基本上就是說 它可以建立 可以看到它網頁 基本上它可以創造 很多不同的這個 系統附載的情境 好 那當然 有非常多情境 然後 比如說 有複點數的使用啊 還有 所以事實上 這個StressStress 我們給它直接用 我們只能用一小部分 其中一小部分 因為絕大多數的一些Case 比方說有些東西 跟VotureMemore有關的 那這個東西在 ARN的M系列 基本上是沒有 太大的參考價值 但是 裡面有些設計 尤其是 系統路調有關的 還是有 自得去重用 好 那 最後來跟大家介紹一個東西 叫做 Pico TCP 你要知道就是Linux 會獲得廣泛使用的 是有些重要的可能性 就是它的 它的網路 好 非常的強大 那 針對Micro Control 上面的作業系統 基本上也會有這種需求 就需要 需要什麼呢 需要這個 TCPIP的Stack 好 所以這個Pico TCP 就是這樣的一個Stack 那這樣的Stack呢 基本上 它可以在最低限度 可以去怎樣 可以 讓你的硬體可以去上網 所以它裡面有去支援 某些這個 某一些這個 硬體這個 Ni7 就 網路卡的介面 除了這以外呢 它提供那個 必要的是Stack 所以 只要你的作業系統 接上去的話呢 就可以 就可以上網 那當然 我們今天要定義什麼叫上網 我們今天講上網簡單 就是 就是說不要這個取得 取得IP 然後 有基本的什麼 有基本的那個Saki通訊 不過不用其他 期望太高 就讓那個Saki是好多層 就是那個網路通訊好幾層 所以事實上不是所有的程式都可以運作 但是基本上 像那個Web Server 是可以的 好 那 所以 這是我們這個 預計涵蓋什麼 API的涵蓋 那 接著我們來講下這個 Linux Linux 一些設計考量 那Linux設計考量 就是希望可以去沿用 Linux原本的資料結構 所以這個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的確呢 有些 有些名字呢 直接就叫什麼 就叫Linux 那當然這 之後可能會換名字啦 所以比方說 你可以看到說 裡面有些資料結構 比方說Linux是什麼 Link List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裡面可以看到什麼呢 它裡面這個 我們就是參考Linux的實作 那注意到 這個參考 就很多時候麻煩 就是 我們的程式碼不能直接搬過來 就是Linux是GPL 然後我們的程式碼是BSD 所以我們不能直接搬 所以事實上 我們就是 重做 那重做的話 就是介面上是相似的 這個 在這個數據上 我們現在要做 Cellinux 就是說這個 Cellinux是一種 一種過程 那 就像你在畫面中看到這種 這種 這種 這種無程式這種東西 就是類似這種概念 所以就是說 我基本上 我們有什麼 我們知道Linux的那個 API 我們知道它大概的行為 因為注意到API 基本上它是不能 API不能申請專利 API它不能 它不是智慧篩產 所以我們去 先看它的API怎麼寫 然後呢 依據它的API 重新怎樣 重新實作 實作它對應的程式碼 所以我們就是 照著那個 Linux的描述 去做 然後這個實作很單純 就是一個 基本的Link List 好 注意到就是我們API API層面 尽可能這樣 基本上跟Linux相似 不可能做到一模一樣 就是做到相似而已 好 那除了這裡外的話 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寫過 Kernel Driver的人 最愛的東西就是 Print-K 所以基本上我們也做 那除了這裡外呢 我們也做了這個 Foreclone 還有這個Exit 然後之後我們的版本 也會涵蓋這個 PokeNode 所以你可以載入 載入一個特別的程式 那除了這裡外呢 還有做這個 排程器 那我們的排程器呢 是 比較有意思的 好 我們的排程器呢就是 我可以支援 不同的這個排程的 排程的policy 然後這個東西 是可以籌緩的 這點設計就跟Linux很像 但是它這邊的程式碼呢 是 小多的 來看一下 我們有兩個schedule 這兩個schedule 所以這個程式碼 並想像中少非常多 注意到 這是 兩種schedule parts 它佔的程式碼 還不到200k 好 那 除了這裡外的話 我們會 考慮到 RTOS的想法 就是 需求 所以我們也有做這個 Kermel Pre-Engine 好 這個等一下這個 無論關於大家解釋一下 它實際在運作 除了這裡外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還做 同步處理機制 甚至縫命配斯 還有 Spin-Up 那除了這裡外的話 我們有做Timer 這個Timer 只有一題的地方是什麼 還記得剛剛有講過這個 HRT 就是 Hide Solution Timer 那所以 希望這個也是在我們 資源範圍內 那我們 用非常精簡方法去實作 那除了這裡外 還有我還要再繼續做這個 延伸的話 繼續做的話就是像 Linus Kernel的機制 那 這個就不是pods 這就是Linus Kernel的機制 所以 我們底下就是實作的這種 就是像 VQ 那 英國的話就是 有可能有 你知道就是說這個 Ninus 有分這個 top hell 跟butter hell 那 為什麼要分top hell 跟butter hell 就是我們可以 避免說 這個中段 就是 因為我比較希望 可以去提升這個 反應時間 那 往往的反應時間 是受限於什麼 受限於中段的處理速度 所以我們 是不是可以把中段 最花時間的地方拆出來 先把前半段 趕快回音的 不能拆開來 所以我們把前半段 可以快速回音的 叫top hell 那 在後半段 要處理比較久 我們叫做 butter hell 那個拆成前段 跟後段 那 前段呢 基本上我們不能打斷它 就是讓它快速止血 然後不要打斷它 那後半段呢 我們機會去把它打斷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是學習Linux的設計 好 除此以外呢 我還有一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Linux的功能叫 Genetic IRQ 這個GEN是Genetic 通用IRQ的那個 一個框架 那我們就幫我們去 學習 所以知道 我們這個學習 學習跟抄襲不一樣 學習是 學習是從它的精神 得到想法 然後再重做的 這個 所以我們是不是叫clean room process 所以這個 就是那個 複製抄襲 這不一樣 然後再來是 有個東西要snake 那 可能有人知道說 Linux有幾個 memory allocator 就是 有slope 跟slab 基本上有三個 有三個時代的 這個 allocator 那 這東西是這樣 這個 最早的 unis 注意到 我們講unis 不是講linux 那最早的 unis的機體管理器 叫做什麼 叫做slope 最早的機體管理器 叫做slope 那 它有很多 它有很多限制 然後呢 後來呢 就是 上了microsystem的 工程師開發了一個 叫slope 那slope 有很重要的突破就是說 它是針對這個cache 所以它 它是所謂叫cache friendly 所以 就讓它可以發揮這個 可以更好的去使用這個 使用cache 但是後來呢 因為我們 我們現在系統 我們都是作用 那種 smp 還有生產的muma 所以就是說 你去想把很多smp 拼起來就叫做muma 那 所以它的機體模型 已經大幅變更了 所以 事實上呢 就有個叫slope 就在取代 取代什麼 取代slope 那 那 記憶本上呢 這些東西呢 其實都好像複雜的 就是 如果真的要探討 可以講非常多 那我們這邊呢 就 採用slope的觀念 重新實作 好 那比方說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邊程式板 就是mm的地方就是我們的 mm的地方就是我們這個 呃 這個 像剛才講的那個slope 這個實作 那 這個程式板就 就稍微大一點 就知道 我們這邊講的稍微大一點 就是超過100行就稍微大一點 然後 所以 呃 它的 想法還是 還是比linux精簡很多 因為linux是考慮到虛擬機體 注意到 我們這個東西是沒有虛擬機體的 好 所以這裡外呢 我們還做了這個mmap 好 那我們知道mmap呢 有非常多的用途 好 mmap它可以做什麼事呢 它可以把這個 這個 呃 檔案啊 裝置啊 基本上在units 每個裝置都是 周邊裝置都是一個檔案 那我把它對應到記憶體 所以呢 基本上你存取 讀寫記憶體呢 就像那一句吧 讀寫檔案 就用讀寫這個 讀寫這個裝置 好 然後 所以基本上我們也去實作這樣 那這樣實作有什麼好處呢 那你就可以想到說 我今天 用這樣的操作 我可以很容易啊 我很容易去 並根 並根檔案的內容 好 特別是我已經知道 我的檔案 要讀取的部分 好 如果您很明確知道這個 表示 這樣的檔案 表示像一個字典檔 比如說你想要說 中文輸入法字典檔啊 好 或者說 一些網路的這個資料 好 那我都很明確知道 它的 它的量很大 但是我明確知道 我要移動多少 那這時候呢 就非常好用 因為事實上你不用 循序 你不用 一個接著一個去讀 好 那不需要 你只要 你只要把它當作一個 機體操作 好 然後存取到其中某一部分 好 這個意義就非常大 然後再寫的寫書 可以簡化非常多 這個 這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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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程度變得更 更單純 那除了這以外呢 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Linux呢 有三種 這個 設備去用程式 好 那三種呢 第一個就是 它的 就是 然後第二種是 block block 第三種 是網路 好 注意到 網路是一個很特別的裝置 所以 需要特別去區分 那這邊來講的話 你們就示作這兩位 一個叫 Där有 有一個東西叫做VFS Natural File System 那它就提供一個最基本的網位介面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Apps 然後呢 我們可以想說這個東西定義的基本介面是像什麼呢 就像這個 剛才講的MF 除了MF以外呢 你還是看到什麼 像是Delete 就是我基本上就定義幾個基本介面 Link Symbatic 然後再來是 像是查詢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定義這個介面 那定完這個介面之後呢 就是我們就可以做很多事 講說呢你可以去建立不同的檔案系統 像說proc.fs nome.fs 顧名式就是針對這個nome 去提供一個檔案系統 然後還有這個temp virus 就是它主要把檔案系統建立在哪裡 記憶體裡面 去電視自己的 好 所以我們就去實作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還有提供什麼 Pthread 這Pthread特別值得一提 同樣我們實作這個Pthread呢 我們也是用非常經典的方式 去實作Pthread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我們在這邊來講 實作Pthread也是很單純的齁 必要的東西 必要的東西 比方說這個muted lock Pthread muted lock 跟那個try lock unlock 基本上我們這個用組合圓寫 那除了這裡以外呢 基本上有很大的比例 你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muleb 做的這個muleb 做的這個muleb 那 那跟平台有關的部分呢 就基本上就 就在畫面中看一下這幾個齁 跟檔案系統有關的啦 跟那個standard library啊 跟時間有關的齁 所以我們就各不去實作齁 就講說像Pthread 那我們就有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就是說mutex的lock啊 trylock啦 unlock 這幾個送組合圓寫的齁 那除了這裡以外的話就是 基本的 比方Pthread跟xpunit 再寫一些reper function reper什麼呢 我們定義的這個系統就叫 比方說self啦 eat it啦 這種說 所以你可以讓整體的使用呢 可以做得很很單純 除了這裡以外呢 我們還做了這個 tty 這個 tty的話就比較麻煩喔 這個有很多歷史考量 所以我們有可能會做得很複雜 甚至我們盡可能 吸取那個經驗 在幹嘛 重新來 所以特別注意到 就是我們這件做法就是 吸取定義式概念 然後就做一個 肯定用的實作 好 那剛剛忘了講一件事喔 就是說如果你中間遇到問題的話呢 你可以用這個 用這個線上對話的服務 那打開起來畫面像這樣 像這樣畫面的東西喔 然後呢就是 就是 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 可以在那邊提問喔 那當然 就是 嗯 就是 當然中間會有些休息時間喔 然後你可以 你可以在中間可以去提問喔 好 那講在這邊我幫大家複習一下喔 所以呢 我們希望呢可以開發一個 小而美的系統 那這個小而美的系統呢 希望 它可以允許很多既有的應用程式喔 可以 可以移植上去喔 當然不可能是完全不修改 但是 是有限度的修改 好 然後呢 嗯 整個系統呢 一旦變成簡單之後呢 有很多事可以做 表格你可以去做它 隨時化驗證喔 以及 你可以去做更 更多的分析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這樣東西呢 不只做教育用途也有用喔 甚至可以解決你這個實際上的問題 好 那接著前進之前呢 我們來介紹幾個很重要的一個 背景知識喔 就是 這件事對 各位理解這個什麼 原始程式碼的運作喔 嗯 有非常大的 有 就是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喔 嗯 第一個呢 你如果 找這個pqrt呢 應該已經可以在 vhub上找的到了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說 嗯 基本上還算 就是還算 活躍的開發喔 至少這幾天 那 你可以看到這個 程式的那個架構 大概是這樣喔 這上面有幾個地方 這個機體喔 第一個是這個license 嗯 license的話 前面有講過 它是屬於這個 呃 BSD license 那BSD license 事實上有好幾個分子 有幾個便利啊 好 那我這邊講的是 這邊用的是最基本 最少的 好 最少的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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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K9BSD license 2K9BSD license 2K9GUMISD 這兩點 這兩點很簡單 就是說呢 你呢 你在發布程式碼的時候呢 要保留這個license 好 那你可以用原始程式碼發布 可以用2K9B發布 反正不要把 不要把我們名字塗掉 好 這個license包含這個東西喔 不要把名字塗掉 其他你要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可以 好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鬆散 自由的一個寬鬆的一個 一個授權小管 好 然後呢 再來是這個 這個 這上面綠對面寫得比較糟糕啦 所以 好像沒什麼參考必要 然後 這幾個 幾個考量點是這樣 就是 第一個呢 柯農的 原始程式碼呢 就放在 柯農這個幕 主要的部分 就來看一下 柯農有放哪些 嗯 希望說分門別人 比方說剛剛講到這個 VFS Virtual Fire System 以及還有一些底層的 這個檔案操作有關的 它們的話 就放這個 記憶體 記憶體層處理的 主要就是那個 記憶體層處理的 那個Snap Snap 然後再來是 Schedule Schedule 就剛剛講的 這個放這個 放這個 呃 不同的排程器 注意到 這邊排程器是可以換的 就是 就是在 那 除了這以外的話 就是說 我們包含說 像 你怎麼去持續MuteTest啦 MuteTest 然後 以及你怎麼處理各式各樣的Faults 就是 現在 在執行問題中 有可能會遇到什麼處理點 然後這樣的一個 Exception 我有點重重的 要怎麼處理 好 那再來是 IrQ 呃 還有像前面講那個 StoreIrQ 那再來是我們排程單位是 Dread 所以我們會去處理 所以這以外呢 還要考慮到 Tine 好 這是 Kernel部分 那整個地方呢 Kernel這部分 就是 2000行 再來是說 光有Kernel是不夠的 你其實跟平台有關的部分 也要考慮進去 那平台有關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它行數喔 平台有關的部分 行數稍微多一點 不過還是可以接收範圍 就是 360 那 這邊的話就是 呃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從那個 entry這個地方開始看 那 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呃 主體的 主體的程式碼 然後 再來是跟平台有關的部分 延續的 我們再繼續看 就是 如果說你對這個 硬體 平台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看這個Target Target的話就是 F1 就是 這是你的 SDN32的家族 呃 SDN32是這個 商 這個是那個什麼啊 這個 呃 義法辦老體 義法辦老體 顧問是就 就有 義大利跟法國的公司 那 他們合資創立的公司 然後呢 注意到 SDN32是一個家族 所以事實上呢 在這個家族裡面 有非常多的 Soc 那基本上 有從D階的 可以看到 畫面中可以看到D階的 D階的話 它可以CD10奶油 從32MHz 那到高階的話呢 它可以到 400MHz 所以 我們 我們會 我們Pico呢 針對的東西 大概是 右上角這個範圍 就是 它是比較高階一點的 那 當然如果說你有興趣 雙的移植 那個 比較低階的版本 也是 也是非常歡迎的 那所以我們今天鎖定的是 像這個F1啊 F2啊 就是 1 2 3 4一直到7 我們現在有興趣的 就是 中高階 中高階的部分 這個系統呢 SDN上面已經存在 非常 很長的時間了 已經存在10年了 注意到 它是一個家族 那 正在家族呢 我就提供一些必要的一個 資源 所以呢 如果說你要協助遺址的話呢 你可以參考這個 參考這個 這邊的程式吧 基本上說 你怎麼做初始化的啊 然後 然後 基本上這程式碼都很短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這103多大 好 其實還是很小啊 140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做這些 基本的這個 基本的平台的描述 好 那 當然 當然 光有這個平台描述 就是夠的啊 其實你還需要什麼 還是需要一些 裝設備的一個驅動程式 設備的驅動程式是 就稍微多一點 744行 那 這邊可以分幾個類型 就是 前面講過的像這個 Quark Devices 那 以這個Quark Devices來講的話 最主要就是 記憶體啊 還有產生亂數 所以你沒看錯啊 我們這個系統可以去 去建立這個 亂數啊 那這個亂數是假的亂數啊 就是真的 真的亂數啊 不過 在STM32的硬體上呢 其實它也有辦法 有能力支援真的 真的亂數啊 所以如果說 你願意的話 也可以幫我寫一個 這樣的一個 驅動程式 那 除了這裡外呢 我們來看就是說 MTD 就是跟機體 就是那種 Memory Technology Device 一般來講就是那種 Flash Type 那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延伸 比方說RAM 我們要做一個這樣的一個裝置 CV的話就很明顯 CV的話就很明顯 CV的話就剛就是說 像那個 UR的 像UR這樣的一個 CV的裝置 就是我們使用的東西 好 那 再來是 再來是Timer 那Timer的話 那在 On的CodexM平台 比較單純一點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SysTick 那 它們來講會有分幾種 就是 有 往下數的 也往上數的 那 SysTick是屬於往下數 就是 一個比較大的值 一直逐步抵減 避減 每個一段時間 低減 低減 一直扣到0 扣到0之後呢 我可以 重新設定 再從高的值 一直再減下去 那 注意到這個東西 是屬於這個 低減細度的那個 SysTick是屬於低減細度的 那它的這個 解析度只有24個bit 所以如果說 你需要高解析度的話 你的Timer 就要自己開發 那 這邊 我們也順便來看一下 這個相關的Code 所以如果說 你有接觸過Linux的 提供專頁 你會發現 裡面很多風格很像 注意到是像而已 那 事實上有些細節 因為我剛才講過 我們不能直接草碼 所以我們就是 重做 就參考Linux的想法 然後再這麼重做 那 這個概念還是相似 就是 可以去看到這個 盤的什麼 去設定 所以如果說 你 套期的話呢 這整體的程式碼多大呢 整體的程式碼呢 基本上還是 非常非常小 就是 加重起來 所以我的程式碼 包含測試程式碼 注意到 這個 測試程式碼在哪裡 在這個 Test的目標 是測試程式碼 它 扣掉 就加上測試程式碼 是8000行 如果 我們 把測試程式碼 扣掉的話呢 最早這個數字碼 8150 減掉 測試程式碼 就2000行了吧 所以事實上呢 整個 TECO程式碼其實還是很小 就是 6000行 那 而且6000碼裡面呢 還有一部分是什麼 還有一部分是一些 一些 一些 就是 比較低低的部分 那 我們 我們都盡可能讓這個 程式碼是 達到最好的 這個 可信性 然後 也希望可以 很好地維護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程式碼已經 已經做了很大 體力的調整 然後再來是 裡面的註解 其實寫得還算 還算可以 當然就有點 老王賣瓜的心理 但是就是說 基本上這個程式碼 真正你需要看的地方 可能就大概3000盒而已 所以 這是一個 很精簡的一個設計 那 接著我們來 跟大家看一些 背景出示 先來介紹一個東西 Section 注意到這份 檢報 這個檢報是2012年 最近已經 超過5年 所以其實 有很多 東西有可能是 過時的 不過 我們還是得快速提一下 那 在這邊來講的話 有幾個東西要注意的 就是 其實我們要搞清楚 ON裡面的家族 的那個 變化 然後再來是 ON裡面有 M系列 M系列就是這種名字的 M3 M4 M7 就是M系列 那這邊有很重要的東西叫MVIC 然後 M系列主要的用途是什麼 就是來做這個 MicroController 所以為什麼 想要在上面開發這樣的一個 作業系統 其實也真的做MicroController MicroController MicroController 其實讓它的用途很廣 因為它的功耗低減波 其實然後功耗低減波 所以你基本上用扭闊電池 那種非常小的扭闊電池 你就可以讓這個系統運作 那我以前看過一個產品 我不能具體跟你講哪一個 但是 它那個產品大概就是 它也是用扭闊電池 它可以持續運作半年 然後呢 它必要的時候可以透過藍牙 去傳遞一些訊息出去 然後這樣東西可以運作半年 所以這沒有太大問題 而且那樣的東西就放在 房屋裡面 就是有些建案 智慧的建案 就基本上就有內建這種裝置 所以我們其實開發的系統 就是整理這種環境去設計的 然後再來是呢 我們也要了解一些術語 在on的話呢 有些東西 MC連 它有些東西 比方說這個Exception 那簡單說Exception 就是你可以看 這畫面都是這幾種 就讓你聽過一些詞 什麼系統呼叫也好啦 就是什麼 記憶體錯誤啦 或者剛剛前面講的 出於0啊 本質上都是什麼 本質都是Exception 注意到呢 它的編號是從1開始 沒有0 沒有0這個 好 然後呢 中段呢 注意到外部中段 本質上呢 也是怎樣 它也有Exception Number 所以事實上呢 它怎樣 從16到25 就是外部的中段 這個東西要 要特別注意到 好 然後呢 這是第一點 接著我們來看第二點 就是 如果呢 你想要對M3有比較細的認知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份簡報 那這份簡報 是一個印度的一個教授 來探討 那寫得比較 傻一點 所以一開始看比較痛苦一點 它就是 它就是寫得 寫得蠻細的 好 那我們也可以忽略某些事情 那這邊呢 可以看幾個點 你可以先從那個 CPU的那個占領器 然後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 程式狀態的那個 占領器 就是PSR 那PSR會分好幾個系列 好幾個版本 比如說你在畫面中 可以看到說 它有分 APSR 顧米斯就是程式執行中的 對於狀態 好不然說 有沒有敬畏啊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Overflow啊 好 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APSR 然後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APSR 顧米斯就是跟中段有關的 就是 你中段現在是開啟的 還是關卡 抑制的 好 另外一個就是Exception 像這樣說 像這樣 這種呼叫啊 這種 它本質上就是一種Exception 好 所以簡單說 在那個Codex M 注意到是M系列才有的 M系列的就很單純 就兩個 你可以講 兩個那種運存模式 一個什麼 一個是特權 一個是非特權 那作業線本質上 也使用在特權模式 一般程式是非特權模式 好 然後呢 注意到了 一個東西叫 Appulation Mode 那另外一個東西叫什麼呢 另外一個東西是有Candle跟Thread 所以就是說 它這邊有一個這樣的對比 然後再來它指令是什麼 這麼突然 再來是這個記憶體 它是30位的處理器 所以它其實它可以定時空間 可以定時到4GB 好 但問題是以Codex M系列來講 我沒有這麼大的4GB 所以其實我可以把很多 機體區段 重新做對應 在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個東西 叫Beat Band 那有些你可以查一下 那這個Beat Band區域就很有趣了 所以其實呢 你有機會怎樣 你有機會 你會把比較大的機體空間 把它對應到實體了 好 所以你就會想像說 我今天的那個操作呢 就不是1byte 好 我有機會用Beat存取 而且這個Beat存取呢 它可以怎樣 保證 保證它的存取過程中 不會被打斷 好 從它這個機體 然後機體是 剛剛講的那個Beat Band 你先去參考一下 好 然後再來是剛剛講到Cistick 它是一個24個bit 一個那個Pilement 好 注意到 它的Solution比較低 如果說你需要高精準 高的解析度 你可能需要 可能有32bit以上 好 好 那這邊有對應的這個 Register 好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可以看這份 可以知道它的一些運作 好 那我等一下會幫大家畫一下重點 好 就是裡面的運作 再來是說 我們這個Pico呢 它是用這個 它主要是用很多托惠券開發的 好 那 嗯 考慮到有些人可能不熟悉啦 好 所以我們再來就講一下 好 所以這邊有一份 文件 跟大家講什麼呢 就是STM商家的這個 嗯 是什麼 STM商家的這個 程式文 什麼開發 好 那就是跟大家講說 那我們這邊也用那個 Cumul 就是如果你沒有硬體的話呢 我們用Cumul 來做系統模擬 好 那 所以呢 就一開始跟你講說 從機體印射開始 好 要不然說 程式怎麼跳躍 然後也就是說 我怎麼去控制周邊硬體 然後 除了這以外呢 就是 還會跟你講說 這個 什麼 Linked Script 就是 我用格怒的那個托惠券 所以我其實要很熟悉 格怒那一套 那 熟悉ID的朋友可能會比較恐懼啦 就是說 嗯 你會突然看到一堆文字 然後一堆訊息 所以 但是也不要太害怕啦 從 基本的東西開始接觸 所以 嗯 這邊來講的話 就跟你介紹 但是它的開發流程 所以你會講說 今天它流程是怎樣的 就是從原始程式碼 然後呢 透過這個 這個Compiler 那這Compiler un的話有uncc 那格內的話就是gcc 那gcc呢 就把這個serscopian 一個object file 好 然後呢透過這個linker 把它變成什麼 EF的檔案 好 那注意到EF檔案 往往不是最終的 最終可以 在這個硬體上面執行 好 所以其實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一個 你需要一個工具把它轉成 轉成一個 比較簡直的二經維的格式 二經維的一個形式 不是格式 形式跟格式不同 EF是有格式的 但是 並 它沒有格式 它只是形式嘛 比如說 比如說機體在某個地方是 機體某個地方開頭到結束呢 是程式碼 另外一張這種資料 比如說 它只是一個排列而已 它談不上格式 好 然後呢 所以我的功能可以看到什麼 比如說你畫面中有看到說 如果說你搭配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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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Debug 有一點 有一點意思 所以事實上呢 程式呢 其實就是像畫面這樣這樣實現 最終呢 我在版裏上 There's a space 空間 然後你可以看到畫面有一個 flash空間 所以這個程式碼就存 是這樣子存的 一個Flash空間 可是它不會立刻存下去 對吧 這個程式 不可能直接在這個晶片上 就偶對啊 就冒來就出現 不可能嘛 所以你需要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幹嘛呢 就是一個 比如說它叫Flash Procamer 然後它 它會透過一個一系列的流程 然後呢可以協助你把程式 注意到我們這邊叫Download 一般來說你就是把 裝置當作比較低端 那開發工具當作比較高端 從高的到低的叫做 下載 那反過來呢如果從這個 裝置上的Flash呢 只要放回去到開發主機 它就是上傳 所以它就對應了一個Properment 那同理呢你可不可以去 除錯呢事實上可以 所以這個有一個Debug 不過我要注意到一件事好了 英文裡面的Debug呢它的用途呢 跟你想像中往往都不太一樣 這個Debug呢只是怎樣 有機會讓你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它沒辦法幫你除錯 除錯還是要等 現階段還是要等才除錯 所以往往Debug只是協助你 找出問題來 那如果在遷入式的Debug稍微有趣一點 遷入式的Debug呢 往往不見得是 不是來處 不見得來做剛剛的事情 它有可能一個用途 比方說三樓程式嘛 也是Debug的一部分 對你也聽錯 很多時候呢 Debug跟Flash可分的 這東西根本就是同一套程式 很多時候是同一套程式 這個東西聽起來比較不直覺 但是你照剛才的失誤你就比較懂 因為基本上呢 不管是除錯也好啦 或是更新問題 基本上都是這兩端 就開發端跟 開發的電腦跟硬體上 做溝通 所以它其實是溝通的一個流程 一來一往溝通 所以呢 如果說你可以把 硬體上的Flash 某個地方的內容改掉 那其實就變什麼 就變下載器了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可以即時的把這個Flash 它裡面的內容 或是那個程式的運作過程中呢 就是處理器的運作呢 它資訊可以回傳到什麼 再開發機 那你會知道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 一個一個Monitor 所以就讓你可以做這種用途 好 那所以這邊呢 就跟大家講這個 必要的認知啦 那 這應該是 繁體中文 為數不多的文件啦 因為 事實上 我們繁體中文快遍的技術文件可以看到 就是早數 還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你有遇到問題啊 遇到困難啊 就是 請歡迎回報 我們今天 今天打習的 還算 還算可以理解 這個 我們看到 繁體中文的文件 都要覺得很感動 因為 我們還真的不知道 這個 這種文件可以撐多久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另外一份 這一份呢 就 還蠻好玩的 他在跟你講什麼呢 就是 我們要從 從無到有去開發一個 一個 一個 精簡的 作為系統 那這也是我們之前 上課的教材 好 那一開始呢 你從什麼呢 安裝這個 革命拖位圈開始 再來是你可能需要 模擬器 所以我們就是從 建國模擬器去 注意到呢 這個 最近呢 在今年 那個 Cumul有 部分支援的 這個 這個 但是 支援程度還是沒有很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你 預計要用 指定的這個 SDN32的 模擬器 指定的Cumul 有些 有些問題 好 那我們 我們模擬的對象就是這一塊 它是稱為叫做 SDN32P103 它屬於這個 SDN32F1系列 它是M3的 M3的系統 那 為什麼要這個呢 因為它有Cumul的支援 這件事很重要 好 那 所以 這裡面有分好幾個系列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到 這裡 這個也是在我們兩年前 開始做的一個小計畫 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示範 跟你示範 做一個小型的作業系統 可以怎麼開發 好 那裡面有很多細節 當然 當然 你需要花點時間去看它 我們就要跟你講 講這麼 講這麼細 那不過呢 你可以掌握這個系統 你可以知道什麼 知道說 怎麼從一個 簡單的IO的處理 然後 作業擴展 從Cumul Service 多工 然後還有說 然後再來是做這個什麼 做這個 可搶戰的一個什麼 可搶戰的排程 就是這樣 可以Antic Scheduling 那我們的Pico 其實也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如果說 你要看Pico 貿然去看Source Code 可能看不懂為什麼 因為你需要這些 配備知識 就是什麼呢 就是對On的音作 對 SDN商業 以及對這個 必要的 甚至地層的東西 有點概念 所以你可以 其實如果說你想理解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開始 先 先這個 先理解這個 系統運作 不然說這個Stack Stack這個 這個處理 好 接著 好來 這個我就去來看更細 就是來看更細 這個更細 這個MG 謝謝 對 謝謝 呃 咦 我不是把他砍掉了 真的啊 要跟進去嗎 不用不用 你幫我更新一下 小心 我把他砍掉 呃 大家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N系列 那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 整個N系列的架構圖 長得像這樣子 對 那我們今天比較會著重於NVIC 那其他部分 就先暫時不介紹 那 呃 我們最主要為什麼想要介紹NVIC呢 其實這個是 N系列一個蠻大的特色 那其實 想必大家應該 可能有聽過就是Nesting的Interrupt 那其實 也就是 Linux很久 應該是在什麼 Linux之前就有支援的 那他其實是用軟體的方式來支援 這個NestedInterrupt 也就是你發生Interrupt之後 就是發生Interrupt 然後你在ISR的時候 你還可以再接到其他的ISR 對 那這個 用軟體做了 這個Linux很久以前就用軟體做了 那現在 現在 N系列呢 它使用硬體來幫我們 幫我們加速這件事情 對 因為很多很多加速都滿是這樣子 就是軟體先做了 然後 然後效能提不上去 然後 硬體就會幫你全部做掉 對 那我們先接下來看一下它下面 對 那其實你看到這邊的N系列的話 你會看到NVIC它這邊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1到240個Interrupt 也就是它可以支援大概這麼多 對 跟它的Priority 它寫8到256 對 那其實意思就是說 你的implementation 就是implementation的時候 有可能是 這樣子 8個level而已 有可能是16個level 有可能是 滿的 256個level 對 就要看你的硬體的平台 對 你的平台 平台 像STM32 或是 NXP 之類的 對 那 我們這邊補充一下就是 那我可能講NVIC 講得有點快 那 最主要的話 我們這邊的NVIC的話 會有支援就是Priority的部分 那也就是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 越高的Priority的任務 我們照理來說是可以 creant 越低Priority的任務 對 那這個想法 同理用到interrupt上 interrupt 我們也可以把它分的 就是有Priority之分 像例如說 SysTick 跟所謂的UART 那 UART的RX也 跟SysTick比較起來的話 我們通常會把 SysTick的Priority 設的比較高 因為整個更新時間啊 會跟Schedule啊 甚至很多 即時性非常相關 所以 通常SysTick的Priority 會比UART的RX會高很多 會高 對 那 所以呢 假如說今天我們的UART的RX已經在打字 打到一半 然後已經Handle了 已經 就是進入ISR 那這時候又發生 SysTick的時候 其實SysTick是可以pre-enter 這個 UART的RX這個ISR的 對 那 那這也就是所謂的Necessive NVIC 它所支援 那它是幫你用一體做掉 那 我們接下來可以看到 接下來講完這些基本概念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所謂的Exception 對 那我們剛才 剛才老師其實已經有介紹過了 那 我們這邊 就是列一張圖給大家看 那 有會有幾個reset 就是 NON-MASKED interrupt FakeTable 對 這邊也是一樣 其實就真的有這個FakeTable 然後它的Offset就在這邊 對 欸 你掉了嗎 動不了啦 不用急著動它 等它一下 喔 對 那 我還等一下 Offset 對 所以它的Offset其實是 可以設定 那 如果等一下 等一下應該可以看得到Call 嗯 Call的 嗯 扣 要現在找 算了 有在找 對 那 我們再來介紹幾個比較 比較重要的Exception 第一個是SVC 對 這個SVC呢 其實就是使用 我們這個Sumptool裡面的 SVC這個Extruction 來 用這個東西來Trigger這個 Trigger這個Interrupt 對 然後 SVC是屬於Synchronous的Exception 那這一點 其實是還蠻重要的 就是 就是什麼是Synchronous Exception 就是指說 發生在你的 InstructionStream裡面 也就是你真的Call了這一行 它才發生的 那你可以上位 很有趣的 你可以上去看一下這幾個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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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ult Memory Fault 對 所以它不是有真的執行到 那個 指令 對 那 這邊 SVC 等一等 SVC的話 我們其實是通常會拿來做 實作所謂的Season Code 對 那我這邊有附一下Code在這邊 那 我剛才說過的就是 我們這樣子的話 因為我們要從User Mode 跳到 呃 Process Mode跳到 Code 我們直接講到Code Mode 算不太進去 那 其實就是我們要想辦法讓 從User Mode要到Code Mode的話 我們需要透過 一定是需要一個 透過一個Interrupt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就會使用所謂的SVC 對 Supervisor Code 然後其實就是它 我們在N系列就是拿這個來實作 所謂的Season Code 因為我們通常都記得 Season Code就是 用了之後 就會跳到Code Mode 對吧 所以跳到Code Mode 一定是要透過這件像 之類的 Interrupt 進去的 所以這邊我們會使用這個SVC 對 那這邊的數字其實就指說 後面接幾個參數啦 對 那 好 這個 那再來就是所謂的PanSV 那PanSV這個機制 其實是還蠻有趣的 對 那 欸 要發目 那下去 這個是 可以嗎? 對我想開一下 嗯 應該在這邊 對 那其實你看 假如說我們一開始 很多時候我們在做排程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SYSTIC 然後這邊在ContactSwitch ContactSwitch ContactSwitch 對 那 假如說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情 像這個 就是我們在 就是TASK的時候 TASK A 發生一個IRQ 然後這時候我們又發生CTIC 所以它的Priority比我們高 所以我們會被PREAND 那到這一層 它就是做了ContactSwitch到TASK B 對 但是你會發現其實 IRQ還沒執行吧 因為它是被PREAND掉 所以它的Latency會這麼長 那今天我們 假如加入所謂的PanSV 對 會讓圖整個 好 也就是我們會多一個機制在這邊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ContactSwitch 會擺在比較低的Priority這邊 也就是PanSV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 PanSV跟PanSV 我們通常會把Priority設定成 就是最低 的原因是 不是 然後我們ContactSwitch 也會盡量放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剛才看到 其實我們假如在CTIC 做ContactSwitch的話 其實很容易 把所謂的IRQ CREAND掉 那它就是 這個Latency就是太長 那我們會希望就是說 把所有的IRQ 都處理完之後 再做所謂的ContactSwitch 也就是Schedule 所以 我們這邊做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邊ISR其實已經開始了 已經有一個Interrupt進來了 然後這時候 又發生一個CTIC 對 其實跟這邊很像 CTIC 那做完之後 又回到原本的ISR 對 然後我們沒有做ContactSwitch 到這個PenSV的時候 才做ContactSwitch 所以這樣可以節省掉 像剛剛這一個地方 這麼長的IRQ 的Latency 的Delay 對 對 好 那再來進到所謂的 再來進到Fault 對 那我們總共會有這四種Fault 對 HardFault MemoryFault UtageFault 那這邊剛好我找到一份還不錯的文章 他有寫到 那應該是這一篇 是 這一篇 對 那 他其實有列到 所有的 所有會發生的 Fault 然後跟他對應的問題出來拿 像我們可以看幾個比較有趣的 比較簡單的 像這個 我們除以0的話 就會發生UtageFault 對 那發生UtageFault呢 我們其實是有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我們是發生 除以0 這個UtageFault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相對應的Status 這個UtageFault 這個UtageFault 他會去把這個地方設成1 所以我們會知道 欸 原來我們發生UtageFault 而且 我們是做了 除以0這個動作 對 那StayOverflow 對 然後 Online 之類的 那 比較重要的其實是 還 還好 那 那我們就直接看扣 看扣 其實就可以看到我剛才講的那件事情 就是我們是怎麼樣去把 怎麼知道我們到底現在在哪一個Fault裡面 對 那大家看到UtageFault 對 我剛才講到UtageFault 就是剛剛發生的那些事情 你可能除以0 那你就會自動跳來這個 就會去ISR Table裡面找 UtageFault在哪邊 那你就跳來這個地方 所以呢 你看嘛 我們就是做了事情 事情其實就是這樣子 當我們進到我們 UtageFault的時候 我們就去找 我們就 UtageFault 對 那我們目前現在是用 欸 我沒有位置寫的 好 我們現在是用位置寫的 那 那其實我們就去比對 那我們到底現在是除以0 還是 還是 Unaligned 或是 說說Invalid的那個PC 或是InvalidState 對 那 找到之後我們就知道 就把它Print出來 這也是一個Debug的方式 對 那 同樣套用到Memory跟Buzz 對 但是你會發現它沒有做 沒錯 這就是issue 大家可以幫忙改進 就把它做起來 好 再來到這幾個比較 比較 比較 蠻 就是比較特色的機制 那其實N系列在Invalid上面 其實做了蠻多功夫的 那我們先講一個東西叫做Tail Training 嗯 Tail Training 其實 這兩個其實概念都很簡單 那我稍微簡單講一下 就是什麼時候會發生Tail Training 今天 IRQ1跟IRQ2 通知進來的時候 他們Priority應該是 應該是一樣 或者是說他們的 沒有到達可以 也就是他們沒有到Priority的 這個 條件 對 所以假如說 IRQ1本身就比他的 已經達到Priority的條件 那他是直接會把它搶佔的 直接把它搶佔成 就是IRQ IRQ2可能做一下 然後就馬上被IRQ1搶佔 對 那 這邊代表他們兩個 還沒有達到Priority的條件 所以呢 其實 今天發生一個IRQ 我接下來然後 就會做所謂的Push 把 這是 硬體 硬體會幫你做的 他會把 像就是用到的這些 register 就是Push進去Stake裡面 那今天他就進去做完了ISR1 對 那 做完之後 他要做Excellent Return 這時候他其實知道 我們還要再處理下一個IRQ2 所以我們不急的回去 就是所謂的 UserContact 我們就接著馬上換到第二個ISR2 對 他最主要是做我這邊的優化 讓這個 讓這個就是不要跳回去UserMode 再回來 這個優化 所以他其實剪短了蠻多時間的 對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個就是所謂的 Net Arrival 好等一下 他現在 需要 熱機一下 好 那 所謂的Late Arrival是什麼 那其實Late Arrival 其實是這樣子的 也就是 我們今天 發生了IRQ2 對 那我們已經 開始做所謂的Push 也就是Staking 那我們在做Staking的時候 這時候突然發現 IRQ1插進來了 IRQ1的Priority比較高 對 所以呢 也就是我們會在 這段時間 的時候才決定說 我們到底要 處理IRQ1或IRQ2 對 所以呢 也就是說 就算我們這邊發生IRQ2 我們到這邊也不會馬上接ISR2 就不一定 假如說今天有新的任務在 新的IRQ在 Daking的期間 進來的時候 那我們其實是可以馬上換到IRQ1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會有好處的 呃 例如說 例如說 呃 這邊你看喔 這邊還有發生一個Tail Training 其實這還蠻有意思 假如說今天 我們沒有這個機制 沒有Late Arrival 那我們今天是直接到IR ISR2 對 他執行到一半 那IRQ1因為他已經被啟動 所以他會馬上被打斷 被Priority 上去 再下來 然後 再做Excellent Return 所以他是 Priority這件事是沒有發生Tail Training 的 對 所以Late Arrival其實是 在搭配上Tail Training 是可以做到 讓某一些 比較 比較不好的狀況可以避免掉 對 那 那 對 好 那我們這邊有一些Reference 其實都還不錯 這篇我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 是 怎樣就是寫 怎樣就是寫 N系列教科書的 Definition Guide的那個 N系列的 對 Definitive Definitive Guide Guide 好 Joseph E 對 Joseph E 那其實他的 他在 OnTail Training上面的 文章都 非常的好 在N系列的 描述都非常的棒 如果 我覺得看他 是最快啦 總比 去看一些 大家 看 其他的會好很多 因為他講得非常的仔細 而且 很多細節是 你只有看他 講 才會看到 不然就看不到 不然就找不到 對 那再來我們再會講一下 就是有幾個我們常用的Library 也就是我們在Pico裡面也常用的Library 那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CMSIS 那這個東西就是叫做 我剛好寫 Cortex Microcontroller Software Interface Sandard 對 那這個東西 我們要從其他地方開始說起 先從一個小故事 也就是我們知道 就是我們在用 嵌入式系統的話 就要常常查 Reference Menu 對 那因為假如說 因為我們需要 可能設定Timer 之類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要去查 這個 這個 P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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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st Mapping 這個部分 那我們才可以知道 我們到底要從哪邊 去設定這個Timer 那 其實這件事情就很麻煩 就等於是 你先換一個平臺 或是 其他的 平臺 然後你就要重新再找一次 那 今天 喔 對 大概是 就是所謂的那個 Memory Map 長這樣 那我們其實 Code的部分會在這邊 那我們會有一個 Explained 然後通常在 這個以上就會是 呃 所謂的 我看一下沒有寫 沒有寫 它就是其實是一個 虛擬的 記憶體位置 然後這個地方是專門用來 不是吧 欸 我沒有寫嘛 我應該有寫啊 它不是虛擬的啊 也不是 對啊 這叫什麼 那什麼Mapping 就是 就是 就是記憶體對應的啊 對對對 就是記憶體對應 也就是 它不是虛擬的 它是正式存在的 這是對應的 所以其實你去寫 這個記憶體位置 你是 就是 相對來說 可能可以直接寫到 NVIC的這個 Ratures裡面 對 簡單概念是這樣子 那 對 那這個我就 那 那我們再稍微 看一下 我們稍微看一下 幾段 扣好了 這樣Lag 你會不會 Lag啊 沒關係啊 就等它出去 好 我們稍微看一下 我們在寫 寫那個什麼 然後 過去的中間 那個我先留著 這先留著 所以你看 其實我們其實是 所使用了 CMS IS的 這Library 那我們從RCC 然後 對應到它的 APP 2 對 然後還有 GPIO 跟 UR2 對 我們其實是用了它的Library 來做這個對應 那 寫起來就會比較方便 就不會再是 像剛剛那樣子 原本的 那個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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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t那邊 那我們還要自己寫 一種記憶體位置 其實是很麻煩的 所以其實 這個 CMS IS 我們常用的地方 是在這個地方 好 等我把它關起來 好 假如你想參考 相關Library 可以看一下這邊 那再來是還有 所謂的 STM32HAL 對 那其實 也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是針對CPU的 針對M4系列的 對 但是我們剛才 這邊MVIC 什麼都是針對 針對CPU的 但假如說我們今天想要 做一項 UART 對 I2C 就是 甚至其他的 像什麼 什麼 其他Timer之類的 那其實我們是需要用到 我們可以用 使用 STM32Cube HAL 對 那其實 講那麼多 直接看Code比較快 寫起來大概的模式會長這樣子 也就是讓我們比較有架構 對 而不再是繼續就是一樣 因為 就是 硬體上 STM32它也會提供相對應的那個 的 或是 對 那你還是要去查那個reverse menu 就把它查出來 然後再把它整個啟動 對 其實我們剛剛 剛剛我們那一份就已經是有 就很像那個樣子了 那今天 假如說我們用所謂的HAL的話 我們其實寫的Code會變成像這樣 比較有架構一點 對 我們就可以說什麼 GPIL PIN9 PIN10 對 然後 No Pro 然後 然後 這邊 設定它的 那個Speed 對 然後 UART也可以所謂的 就是寫起來都非常有架構 對 設定Bout Rate 然後 Oversampling 然後 你的MOD是什麼 TXRX 然後 跟 interrupt的RX Enable 對 那到最後寫起來 也 就比較會有架 就比較有架構 然後 也比較容易POTING到 其他STM32相關系列 剛才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也 用這套Library之後 你也是比較容易POTING到 假如你在寫N0 或是Enable的話 你是比較容易POTING到 Enable 因為你那些Macro是 都是用一樣的 對 其實 SEMSIS都幫你保好 對 好 再來 進入到Tool的部分 那 我們 一定會 使用到 那個所謂的 叫做GDP 那 GV其實 是會少了一些圖像化的 一些介面 對 但是我們 到時候其實找到這個專案 叫做GEF 的這個專案 那其實你可以讓你的GDP 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對 現在長得像這樣子 那你 照理來說 你要自己去把RAGIS 打出來啊 或者是 扣一些很奇怪的指令 才會把它弄出來 然後你也有看你的Stake啊 然後你也有看你的Stack啊 現在在哪邊啊 PC啊 之類的 然後現在扣在哪邊 那其實他這個 這個都已經把你全部做出來了 那其實他是用Python 結合 然後搭配GDP的那個 擴充吧 還是什麼 他有開放一些API給Python 然後都把它寫出來了 對 然後其實他就是一個簡單的 script的檔 對 所以其實他非常的小 對 他其實就是一個很小的檔案 那其實 他照著做就很快就可以 很快就可以安裝 而且安裝很簡單 講限制啊 限制啊 限制啊 對 就是他的 Codex N 則不會用 對啊 Codex N 系列你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 呃 N 系列很像 比較少人 也不是啦 就是 他N 系列支援是比較少 他支援是A 系列的 他主要是支援A 系列的 然後N 系列是 有支援 但是你需要自己改一下 所以就是某些REGISTS 你需要自己改一下 對 那 那 N 系列很像有吧 但是就是 支援的沒有那麼完整 我們 我們 就 F429就是不行了 就只要自己改 對啊 對 因為 站的區不同啦 對 就是 反正他就是一個script檔 那你要去把那個 相對應的那個 REGISTS的名稱給抓出來 那假如你REGISTS的名稱沒有match的話 那你當然你的這個script就會出問題 對 好 再來是GDP GDP 我就 跳過 就是不用講啦 對 那sdlink 其實是 就是sdlink 就是附帶的一個 燒錄的工具啦 然後也 它其實是一整套工具 有燒錄啊 有類似 debug的功能啊 之類的性質 就是 可以開進去看一下下 那它的缺點 我覺得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比較慢一點點啦 對啊 我覺得它的 它的性質是比較慢 對 其實你可以看到sdlink的 謝謝 它可以多一些燒錄啊 或者是 甚至 搭配GDP使用 因為你要先讓你的 你的那個 QMU HAND住的話 你要先讓你的 硬體板子 先HAND住的話 可以使用這個sd utility 對 對 那你再用GDP去 去 去 connect它 然後你就可以 開始 debug debug 對 好 那再來 我們比較 我比較喜歡用的是 OpenOCD 對 有幾個原因就是 假如說你搭配了 GEF 然後你再用sdlink 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速度會變得超級無敵 然後 所以我比較 prefer的是 OpenOCD 然後我覺得它速度也快一些 對 那 這其實也是相關的一個 燒錄 甚至debug的工具 對 跟sdlink很像 但我覺得速度上換比較快 好 關注關注 好 好 再來進到 最近在研究的東西 那 也就是所謂的RTMutex 對 RTMutex的 由來 是這樣子的 就是其實它是從 它原本的實作是在PrentRT裡面 對 PrentRT大家知道 可能就是 大家在吵著 就是說 想要把Linux 變成一個 Hard Realtime System 那 就出現了兩種做法 一種是所謂的 UV Kernel 然後另外一種是 Uni Kernel 其實講簡單的就是 呃 Uni Kernel其實就是 Dual Kernel Dual Kernel 其實就是像 像老師最近發佈的這個RTMutex RTMux RTMux 對 其實它就是希望 建立一層 Hard Realtime 然後 來讓它達到所謂的 Hard Realtime這個部分 那 Uni Kernel的意思就是指說 那對 所有Hard Realtime 然後又會在上面那層Kernel Single Kernel RT是Single Kernel RT是Single Kernel RT是Single Kernel 那Single Kernel 也就是說今天 它就是沒有什麼Hypervisor 它就是單單純純的 就把你的Kernel 改到 符合Hard Realtime 應該也不是符合 就是Hard Realtime的能力會比較好 對 那 那裡面其實我們 很有趣的是 它會把Spinlock 原本的Spinlock 全部換成RTMutex 對 但是原本的Spinlock 就是整個Spin的 就是這種 Spin的 會變成所謂的Roll Spinlock 對 也就是 Roll Spinlock 對 那也就是 就是他們想辦法把 原本的Kernel 改到Hard Realtime的一些技巧 那我們首先會先介紹幾個 特別重要的issue 就是所謂的 就是那個 Spinlock會換成Sleeping Simafone 對 對 你寫錯了 Sleeping Simafone 它是可以睡覺的 為什麼就是RTMutex 然後Semafone也是用 喔 用RTMutex做 對 很好 那 那我先講 我比較能掌握的 就是所謂的 最主要我們還需要解決幾個問題 就是 就是 就是所謂的Priority Inheriton 我這邊跳起來太快了 其實RTMutex其實 也就是有 RTMutex本身實作 上就是為了幫助 不是 它本身就有支援所謂的Priority Inheriton 對 那Priority Inheriton Protocol 它是一個 它主要在解決這個問題 叫做Priority Inheriton 那其實你會知道 假如說今天我們有一個 第一的任務在執行 那它被 它取得一個Lock 對 那今天高 今天有一個高的任務進來 然後它會Priority Inheriton 但執行到一般它有可能被中間的優先選這個人搶走 對 那其實你會造成你的 這個 這個Priority的這個 Test 你會比較沒有 變成unbounded的 好吧 它幫你 講什麼鳥啊 這在上面寫的 不是啦 也就是你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預測 你沒有辦法精準 預測 不是啦 等一下 你要講 講什麼鳥啊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 低優先選任務 本來都應該被這個高優先選任務搶戰 但是 關鍵地方在哪裡 觀念是有一個共享的LUCK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畫面中來講的話 這個LUCK是誰先持有的 是第一優先權任務是持有的 所以高優先權任務就只能等 對,等這個持有LUCK解除 好,這沒什麼大問題,這是同步機制嘛 但問題是說,如果第一優先權任務持有到一半 然後有他被搶佔,被誰搶佔,被一個中度優先權的 所以這中度優先權任務其實比高優先權的 最高優先權任務,優先權還來得低 但是呢,在這個畫面中你可以看到說 中度優先權任務執行越久 這個什麼,這個高優先權任務就越久沒辦法被執行到 所以這個是會導致什麼問題呢 會導致系統延遲 一般的情況下是沒什麼關係的 因為一般的情況下,這個case來講他不會花太久時間 就中間的這個任務,中度優先權的任務 他不會花太久時間 但如果說今天反過來說 如果這個中間優先權的任務花的時間非常長 那是不是長到一個等級之後呢 高優先權任務就沒有機會繼續執行下去了 反過來講,這是不是優先權的錯亂了對不對 順序錯亂了 因為我們本來預期高優先權任務都可以搶佔低的 或是中等的 對 對吧 好,所以要怎麼解 所以我們就會 其實就是已經有人提出幾種解法 第一個就是Priority Inheritism 第二層Priority Selling 那 Priority Selling今天就不介紹 那我們就先介紹Priority Inheritism 其他概念很簡單 也就是有所謂的繼承概念 讓低優先權的任務 繼承高優先權的Priority 對,所以看對照一下 你會發現 繼承 高優先權 需要 共享 共享鎖的 對,需要 共享鎖的 這個Priority 那其實他就不會再被 中間這個優先權搶佔 對 那其實機制還算簡單 那但是其實實作起來 是挺麻煩的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一些些 他的相關的 相關的 實作 對 其實 是 其實有點難度 好 今天 我可能會稍微講一下就是 他大概是怎麼做到 嗯 因為 其實RTMutex 又會扯到所謂的 PiFutex 因為他的 他是整個是要建構 PiFutex的 嗯 呃 這有點難啦 你在講什麼鬼啦 我 好我開 我開那個 等等等等 我直接開那個裡面講 呃 我們先講講看我們要解決的是什麼issue好了 因為我可能太早跳那個 那 其實說 好 對 其實我們今天要想要解決的issue 檔的像這樣子 我們有process A 有 就是process A B C L1 L2 L3 L4 的Mutex 對 那你看嘛 A就是原本帶有這個L1 然後B被L1 block 也就是說其實B也要 也在AquireL1的Mutex 然後B本身又帶著L2的Mutex 對 然後C又要 AquireL2的Mutex 所以他被block 對 所以整個chain會長成像這樣子 E L4 B L3 對 就是 process Mutex process Mutex process Pintex 對 那 大家可能看到 所以那這整個 大概就是一個chain 那其實 現在 真正可以執行的人是A 那A的優先權照理來說 A的優先權照理來說是後面 因為我們剛才說過所謂的priority horizon 這些人全部都在要求這個 鎖 對吧 所以他們其實被被 被篡在一個waiting list上面 所以A的優先權應該就會是 這裡面全部人裡面最高的 應該說 他會繼承裡面最高的 對 那我們看稍微複雜一點例子 其實剛剛那只是最簡單的例子 那假如說今天B 本身持有了L2跟L5這個lock 那這個chain可能會長成像這樣 對 所以其實就稍微複雜 那沒關係 A一樣是 A一樣是要 the priority一樣是要先 暫時被提升成 這個裡面 所有等待的人裡面最高的這個priority 暫時先被提升 OK 所以再複雜一點例子就長得像這樣 對嗎 那其實可能會有兩個人同時要調兔這個lock 讓大家一起被block住 OK 所以其實 講簡單一點的話 嗯 比較簡單一點的話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你要考慮到的問題 不只這個 今天我們來做幾個假的 假如說你的實作上就想說 啊 就是大家全部串前面最高的 就好了 就好了 但是其實你還要考慮到一個問題 是假如說今天 B這個 process 呃 看哪一個都比較好 L2 L2好了 L2這個lock 可能被B用完了 他馬上把他解鎖了 對L2lock解鎖之後 你要其實 你L2要去 要知道 欸 C的Priority比較高 還是G的Priority比較高 對 那 當然這個 這個倦可能會越來越複雜 因為你不只可以接一個 你可以接 你會有很多個waiter 其實你是需要 L2你這個Mutex也要知道 現在下面哪一個人的Priority是最高的 那你要再做相對的Priority Inherison 的架構 的這個 行為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 蠻像一個Recursive的一個概念 那 這邊引進了幾個 比較特別的 比較有用的 這個 Data Structure 就是所謂的P List 其實就是所謂的 List 然後再加上 就是所謂 我們一般 可能在 可能有熟悉Linus Kernel的朋友 就會知道 就會有一個東西 叫做List Head 就是Linus裡面 使作List的一個 蠻棒的一個機制 就是蠻棒一個使作 然後它是DoubleLin List 那我們 稍微看一下Call 其實Call的 看起來很簡單 對 就是我們的List 再多了一個Priority 對 我們List Head 我們原本是List Head 這邊P List Node 然後多一個Priority 對 所以其實 這其實要考慮到的issue非常多 例如說 你今天哪一個任務突然掛掉了 那你還需要重新整理說 這裡面到底最高Priority的是誰 對 也就是所謂的 Address Priority 那其實在下面會看到 那今天可能就有出現細腳 那 對 我覺得我就跳過好了 因為我覺得還蠻難的 講不太出來 講不太出來 講不太出來就 就表示不懂阿 可可 不懂阿 不懂不懂不懂 有誰懂可以 找我一下 嘿 你來講 這講什麼鬼阿 氣死了 好 所以就是說 我們要知道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呃 我不知道Semophone阿 跟Mutex有個很大的差異 就是說 Mutex本身它是有什麼 它是有owner的概念 對不對 所以那個在 Mutex本身它有owner的 所以知道這邊有owner 那 所以有owner才會有前面講的問題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Semophone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 即便是BinarySemophone 它就是 只在意什麼 通過跟沒有通過 其實是相對單純的一個設計 那 Mutex的設計 主要是來解決這個 互次 就是Mutex專門用的 所以它裡面有一個owner 那有了owner之後 問題就會變得非常大 所以剛才可以看到一個 就是 這 這系列的問題 基本上都是存在的 就像這種問題 那這個問題 很多人都沒有去解決 那 所以我們要去想一件事是什麼 你的作業系統 本身可以不理會這件事 不理會的話 會導致什麼事情 會導致 我們系統會陷入一個 無止境的延遲 會陷入這個 優先的倒轉的問題 那 所以 不處理的作業系統 不代表說它是完全錯誤的 其實很多作業系統 導致說早期的Linux 就是不處理的 Linux 某些主態也是不處理的 其實大部分情況 還是運作得很好的 但是我們今天考慮的事情 是什麼 就是我們希望 作業系統去管理整個硬體 管理這些任務 所以提供一個抽象層 所以你要想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讓整個系統 是符合預期的運作 所以我們就要考慮到最差的情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列出來的例子 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某些情況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chain 就是一個鏈 那這個鏈是帶有什麼 就是我們要能夠支援 像前面講的這個PIP Priority Inheritance Protocol 像這樣的一個機制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這些東西 其實存在已經很久了 就是我們今天講這個RTVS 聽起來像一個新的詞 但是其實這樣 它存在很久了 它這個光是在Linux的實作 已經十幾年了 然後關鍵的地方是說 在傳統的這個 RTVS裡面來講 它也是很典型的設計 那所以我們要先了解這個 設計上的那個考量點 這個就是蠻關鍵的 所以對應的那個資料結構 像那個什麼 像那個在Linux Weekly News 基本上就有去提到這個議題 像比較說提到這個Futex 提到Futex的時候 還有再提到這個相對應的 那這個就是在Linux算比較難的 比較難的議題 那我們也希望說我們在Pico裡面 可以有限度的去重新實作什麼 實作剛剛講這些機制 來繼續 TTY 又是一個 好 再來是換TTY 那TTY 我這邊簡單的列著幾張圖 那我現在覺得 目前看到現在寫的最好的TTY的教學 應該就是整個系統 應該還是 就是Essential Inactified Driver 這本書 那我發現 鍋挖科技也是寫的不錯 但是感覺還是 鍋挖科技 鍋挖 鍋挖 大陸的發音 鍋挖 鍋挖科技 好 對 不管 對 所以那 其實我們的DTY其實可以 主要會分成幾個部分 那可能要先從它的一些小歷史講起 那其實DTY從很久以前 很像是電腦很貴 銀幅很貴 忘了1990年的時候 電腦很貴 然後 所以 我們就是第一台Unix 就會希望說讓大家都可以 就會讓 就是朝一時朝降 就是多使用者的這種 多人多共 多人多共的這種眼鏡 那 但是多人多共 對 最主要就是因為螢幕跟鍵盤貴 對 那所以其實他們就會所謂用所謂的 Teletype 對 也是相對很像一個打字機的東西 然後大家接起來就可以一起使用 對 那 那現在 TTY其實已經變成一個非常 複雜 應該說就是一個 很通用的架構 應該說就是已經不像原本那個Teletype 他的Obstraction已經不太像原本的Teletype 他的樣子 其實 在我看來會比較像是 TTY會比較像是一個提供User 就是一個很一致界面的 很多界面的一個 interface 對 然後也會有所謂的TTY driver TTY driver 因為TTY是假的 那 那 他就是假設一個有假裝一個Define 他的Obstraction是這樣子 然後 他的TTY driver就是拿來驅動這個TTY core 對 那 到最後下面還會接到所謂的UART 這些 所SerialCore的這些 那 其實看這張圖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張圖其實 對 他整個呢 Core的現在樣子也是長的像這樣子 TTYIO 對 也就是所謂的TTYCore的這部分 那也會有所謂的 NTTY NTTY其實是 我理解上它是一個Serialization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他把TTYCore是最外面那一層 那我們剛才像那有像卡夾一樣的這個東西 對 像卡夾一樣 其實有點像是 今天你假如說想要啟動 那個 對 因為我們上面TTY其實提供了一個很廣大的 interface 給 很多 就是很多不同的 User Application 對 但今天 今天假如說你想要用 所謂的 UART 或是你想要用所謂的 藍牙 不是紅外線 IART 對 其實 我們通常還是都透過所謂的TTY 這個 Obstration來 操作 那 今天這個卡夾就有點像是說 今天假如說你今天想要用SerialPode 的 Serial的話 其實你會其實會銜接到 被這個NTTY做這個Serialization 也就是你把它做一個 我不在講 就是把這些資料做一個重組 重組到適合的樣式 然後再傳給 SerialCore 那 可能紅外線也會有相對應的 一個 它的那個 一個 一種Protocol 所以你就是 其實這邊有點像 就是幫你把這東西 原本的DATA 就是轉變成適合的Protocol 再送下去 對 那SerialCore到最後 就會再Call到相對應的這個Low Level 的Driver 對 那我這邊有寫一個 比較 我在issue裡面有寫到比較詳細一點點 對 那也是我們石座的一些guidline 那大概長得像這樣子 應該 我不太確定有沒有寫錯 那 大概分這四層 就是所謂的 剛剛我也講到就是Serialization 的mechanism 跟所謂的buffering 對 那還會有SDM32UR 對 就是最下面的那個底層的石座 那它其實 是這個的SerialCore的implantation 對 那 那 我講一樣跟沒講一樣 對啊 你在講什麼鬼啊 那你講一下 你打算怎麼實作 打算怎麼實作 對啊 喔 因為其實它的整個架構會太複雜 就是 就是它支援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那 所以你看看到 所以你要 你的策略是什麼 我策略 我們目前是希望 把這個DTY DTYCore 跟這個NTTY 直接組在一起 對 也就是今天 目前是 暫時是希望 可以做一個 針對 SerialPort 或者是有相關的這些 SerialCore的相 的這個 這些裝置來做 喔 這邊又寫了 對 其實我這邊是重點 我們實作方式就是大概讀過 就是把它讀過去 然後大概覺得哪些是這整個DTY 老師不要生氣 老師不要這樣 哈哈 感謝網友的留言 對 反正就是我們 就是把整份 Source Code 稍微讀了一下 然後把幾個比較重要的Feature 就是 就是 萃取出來 那我們會覺得它裡面的像 提供那個比較 UNIFOR的這個 就是 User Application的一個 Interface 是蠻重要的 然後跟 NTTY這個Serialization 的Makinson 是 我覺得算重要 就是你可以做相對應的 資料的處理 然後再送下去 給下一層 那還有所謂的就是 Buffering 對就是你不要 你 我們現在是做的就是 單單純純就是 你打一個字 就是馬上發起IS 然後也不管 也不管現在做到哪邊 那沒有Buffering 就是你要一個字一個字 進去 所以其實速度很慢 那其實我們這邊會 使做一個Buffering在 MTTY這邊 那到最後傳到 SerialCore 那其實就是一個 Option Layer 那我們 也就是一個相對於 是一個Interface 然後 SDN32 UART 你手指都比來比去沒有用啊 喔 對 你的小什麼鬼啊 SDN32 UART 也就是 整個 整個 UART的使作的 這些 細節 對然後其實這些都會 因為我們盡量是 盡量跟Unis 就是跟Linux 一樣 就是很像 那所以其實 看他的Document 也是可以 實作上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大概 希望是這樣子 就是這幾個 主結構大概是這樣子 好 好 好 才敢弄了 好 好 好 所以我們終於可以 接近到尾聲了 所以就是說 這個 呃 好 我們還是幫大家快速回顧一下 所以就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的事情是在 呃 跟平台有關的部分 那 平台有關的部分 因為這個M系列已經很單純了啦 但是裡面還是很多細節 所以我們 我們知道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說 剛剛提到這個Nasty Interrupt 那 Nasty Interrupt 它的那個 中文翻譯叫做什麼 叫做 潮狀 潮狀 然後不知道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牽套什麼鬼啊 那就是對安 我在台灣應該是 本來潮狀中斷 所以事實上 一個中斷發生的時候呢 事實上還可以講 還 我處理中斷處理到一半 其實還可以允許中斷再進來 好 然後呢 裡面有很多東西叫NVIC 那所以剛剛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希望呢 可以講 呃 可以針對NVIC的特性去發展 發展一個 呃 特製的一個系統 但是上產呢 又還是Pazis的界面 所以這個是 在Pico裡面比較特別的 就是說 它可以發揮這個平台特性 我們針對這個M系列去 去重新設計 但是在這事實上呢 還是 還是這個Pazis的界面 這個東西很 很關鍵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特性 那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那個 講到Exection 那Exection的話 就是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機制就是 就是這個Pan SD 那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呃 我們在集資系統 希望可以縮減 不必要的延遲 但這件事是說起來簡單 但是說起來非常難 所以事實上有很多細節 真的要很認真地去思考 比方說 Intra會不會被 被 呃 Intra會不會被打斷 這是一個 很有趣的問題 如果呢 Intra被打斷了 事實上有可能這樣 會導致一個問題就是說 呃 它的整體延遲會增加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很有趣的機制 就像這個畫面中 可以看到這個Pan SD 我們如果說 讓Counted Switch 的實作呢 是在Pan SD 然後Pan SD 的優先權又是 比較低的時候呢 那 這樣的話很有 這樣的設計就會變成 很有意思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說在 畫面中看到這個部分 那最高優先權的是哪一個呢 是C Stick 這是時鐘的 這沒什麼問題 然後呢 第二高優先權 就是一般的中 一般的中段 好 然後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 我最高優先權的這個 時鐘 那他們 他幾乎沒有什麼 顯著延遲 然後就是 一進來 我就去處理 這很合理 然後呢 一般的中段 他會 會被誰強佔 會被最高優先權的 他們強佔 這也合理 那 再來是 就是Pan SD 那Pan SD 的話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說 跟他同一個層級的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 系統呼叫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也說系統呼叫 花的時間會比較長 好 那他的延遲 是這樣 在這個畫面中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這種東西 都可以接受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關鍵在什麼 我們的關鍵是那些 高優先權的 那些 那些中段 好 好 那所以 這邊來講的話呢 就是 這是一個考量點 那接著 後面的考量點 就更複雜 就是比方說一些 各式剛才的例外 像剛才提到 那個處理領的問題 那Pico來講話 其實遇到這種處理領問題 其實怎樣 Kernel本身是可以處理的 而且 把必要的訊息印出來 所以 你在這PrintK 好 有特別去試做 那你也可以做一個練習 就是說 比如說 加一些 不合法的 un-un-line un-line 的那個 road store 你可以做這樣的 實驗 然後你可以網上找一些 un-line的層次碼 然後 那應該就會 會有些問題 那不過要注意到 一件事 CodexM呢 其實也是可以支援 un-line-assess 在某些條件下 所以注意到 但如果你沒有特別設定的話 un-line的road store 是會怎樣 是會丟出Exception 所以其實你應該可以攔截這道 然後除了這以外 還有剛剛提到的 Tail Training Later Rival 這些東西都是來 你可以看到 一件事 這些東西都是提升什麼 縮減這個延遲 那 如果延遲可以被縮減的話呢 換個角度想 對應的詞就是 它的那個 其實處理 具有機會做的怎樣 更精準 好 那 所以 再來是說 這過程中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 有個東西叫CNSIS 那基本上是 Aunti出來的一個介面 那 很多廠商會去遵循 比方說這個 異發半導體 那異發半導體呢 它的整個 HL 這個硬體的抽象層呢 也是建構在什麼 在CNSIS的基礎上 所以我們就有機會 所以我們就有機會 所以這種Pico的這個 Device Driver的程式碼 可以這麼精簡 有很大逼是 因為我們不用去考慮這麼多細節 那麼 用CNSIS 跟HL 約有得多呢 我們的程式碼可以 預好維護 所以我們幾乎 很少需要寫這個 很低階的那個 程式碼 而且大部分都還是 Ccode C的Functioncode 就可以做到 好 然後再來是剛剛講到 這個 這個 Mutex 這是悲劇 那所以 我們一定會重新再講一次 好 那對 這是悲劇 所以這個 這個可能真的要 等無厭快搞懂了 我們再重新講一次 好 那但是就是說 你可以先看 就是說 其實這個東西是個非常複雜的東西 那Mutex其實涉及到正確性跟什麼 跟效能 如果你要讓Mutex處理得快 其實前面講那些 前面講那些 嗯 Priority Inheritance 這種東西 它其實應該關掉了 好 那 可是呢 我們又考慮到 這些正確性啊 還有都 我們預期功能的問題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事實上呢 Linux的這個 Mutex 其實它就是一個拉鋸展 正確性跟效能拉鋸展 好 所以你可能有聽過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Futex 好 然後呢 這個Futex呢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Facts Facts的Mutex 好 顧名思義就是快速的Mutex 那事實上它沒有考慮 剛剛前講那些 Priority Inheritance 好 那所以另外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PiMutex 就是說又要快又要考慮到Pi 它的問題就非常複雜 所以你看到 剛剛那個 那個 描述 你第一次看會投暈就覺得是正常的 然後你可以接著點一些資料 那其實你還是會投暈的話 這也是正常的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從來沒有想過 Mutex那麼複雜 那但是 要注意到一件事 其實不只有Linux那麼複雜 其實有很多 比較 就是LeoTine 我也是基本上要考慮這些事情 因為 我們要考慮的狀況是 不是 平均的狀況而已 我們要看的是各式各樣極端狀況 好 然後TTY呢 這也是悲劇啊 我又會重講 對不對 好 Anyway就是說 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 Linux做很多抽象層 那當然我們會取捨 所以對我們來講的話 你可以在原始程式碼看到什麼 Serial 你可以在原始程式碼的那個 Driver裡面的Serial 你可以看到說 事實上我們有去訂那個 必要的這個Serial Core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是跟Linux學習的 注意到是學習 但是 不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比方說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Serial 訂一些基本操作 像是什麼 GETS啊 PUTCHAR 這種東西 然後呢 這中間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注意看的話呢 它其實是這樣 是透過Codeback層來做出來的 那這個Codeback層怎麼做出來呢 事實上跟不同平台也有關 很大的觀點 好 所以比方說 在 在剛剛講的是什麼 GETC啊 好 事實上是定義在這裡的 假如說這是F1的 然後 PUTC啊 之類的這種東西 就定義在這裡 包含說它的什麼 它的這個ISR 好 其實定義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Code本身指定是什麼 是定義界面 所以它其實 它的處理都是透過 這個Codeback 好 那這個Codeback就剛剛提到 定義在這邊 那所以這樣我可以 很容易去更換 比方說F4 好 那其實 可以去更換 好 甚至 必要的話呢 連這個ISR也可以等一下 也可以換掉 那有趣的地方是 對上次來講 其實看不出來 對上次來講 只是看到一個什麼 只是看到一個 TTY 好 那你可能會好奇說 這個跑起來是長什麼樣 對不對 你可以打一個指令 這個指令很好 就是要打 打Mechchick 打Mechchick的時候呢 這個 系統呢 就會進入一個測試模式 那這個測試模式 很有意思就是 這個系統呢 就是說 我們來示範一下 從無到尾去編譯 那第一個 我們先抓取這個必要程式碼 所以你看畫面中 可以看到說它是什麼 畫面中一直在更新 就是從那個CMSIS跟 異發半導體的HL 把那個程式碼抓下來 有沒有 那抓下來之後呢 我 我就是去 去去去去去去 去編譯 但是 欸我們是不是又踩到地雷啊 你們有沒有更新啊 就是 你的LOG是什麼 你這LOG 嗯 你有沒有抓到這個地方 好 就是 尷尬 等一下 嗯 就是偶爾會踩到一些地雷啊 就是那個CN3不見了啊 對啊CN3不見了 哎呀好煩喔 它還有更新的嗎 不會吧 對啊 應該是有更新的吧 欸真的真的沒看到欸 我們把它清乾淨點啊 有啊它有抓 有啊它有抓 二七 四 四十一 然後換一下我抓N3了 CN3嗎還有 好啦我剛剛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可能是有些舊的扣翻 再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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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總之就是說我們這邊 這邊畫面中這個東西就是HAL 好 然後 我們就抓取 所以 為什麼那個Pico程式碼可以那麼小 有很大原因是 因為很多程式碼不是在Pico內部 好 就是 那這些 基本上本質上我們就 沒有做特別維護好 只是沿用這上面的這個 CNS 定義的這個界面 好 然後 假設呢 你的變異順利的話呢 嗯 你就會 搜索 去處理 好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好 那所以 其實在Pico來講 有個很重要的想法就是說 它的抽象層 那是很大比例 我們是受到Linux的影響 然後再重新去規範 好 那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也許你會有問一個問題啊 就是說 聽起來還OK嘛 對不對 你想要幫忙 你要從哪裡下手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表示你對我們這個專案有興趣了 好 那 這邊有幾個地方我們列出來 可以給你做參考 你可以去嘗試 移植一些比較簡單的程式啦 比方說你寫小程式 或者說從那個 呃我們的TestCase 好 去 去 去做那個 實驗 好 好 所以比方說呢 我們剛才程式碼編一完呢 就進入一個 自動測試 好 所以你比方說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系統呢 就進入一個自動測試 所以你其實可以去看 去抓這些自動測試的程式碼 好 那 你打MAC控格Check的時候呢 就可以 這個自動測試就會執行 好 所以比方說你可以像說它裡面的 什麼檔案系統啊 好 建立哪些檔案系統 然後哪些 哪些測試項目 好 那 希望你就可以拿這個樣的 拿這個例子 拿裡面的那個 Test 這個目錄底下的程式來當 來當一個什麼 來當一個切入點 好 那當然你可以以此比較複雜的東西 比方說像前面提到的Micro Python 好 所以實際上呢 我們已經可以運作一些遞回的程式啦 好 這是一個很 很好的例子喔 就是有一個使用者輸入跟輸出的一個 基本上都一定可以用的 然後呢 你也可以去提交一些問題 提交一個bug 好 那 那 呃 當然我們現在 在前期開發還是有很多問題是沒有辦法釐清的 就是就是說 你可以 可以去看到 好 那我們也盡可能把一些 進行中的東西讓各位有有概念好 比如說前面講到這個 Nutex跟這個TTY 好 這是進行中 那還還可以去改進的部分 好 那當然你可以提交一些問題啦 比方說什麼 你的Share本身有有bug啦 之類的話 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就是說來幫我們賺錢文件 我們現在非常缺文件喔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好的例子喔 就是 就是你可以去提交 那 呃 我們會協助你檢閱這個 你的認知是不是符合這個程式的運作 好 然後 更棒的一方是什麼呢 呃 就是 你就把頭洗下去吧 如果你是在校大學生喔 大學生就把頭洗下去 你就跟你的指導教授說 我想要 用pico當那個轉體啊 或者當研究題目 這很high啊 不跟無焰寬一樣 對 對 所以 所以我們就會提供你 free support 對 這個free support 是很難得的啊 反正你只要有總作的 提供告訴我們 就會free support你啊 你在台灣的哪個地方 我們就會 去找你啊 好 這個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 測試程式 要繼續在執行喔 那這個測試程式 大概2000行喔 2000多行這個 那你就可以當一個很好的 呃 起點喔 那你就可以去 嘗試修改它的 呃 測試程式喔 那去 然後然後 用這方來去執行喔 那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可以在模擬器上面執行 也可以在 呃 實際的這個硬體上面去執行喔 OK 來回答一下 大家的問題吧 好 希望你會有 有點 概念 好 老實不要生氣 對 太好了 呃 呃 好啦 你重新講一下那個 Synchronous 那個 那個 喔 呃 其實我有 其實 地方沒講好 呃 因為 大家很容易 可不可以講一下那個 Synchronous 那個 Synchronous Synchronous 這個是手段 什麼意思 呃 這個其實是 是 這樣子的 那其實我們通常會分 區分Synchronous 跟UnSynchronous 重點的話 我們會 從Synchronous的 這個定義來看 那 它的定義在哪裡呢 其實我也是不知道 所以我就上去Un的那個 Community問的 我是問的 對 其實他給我一個 我還算滿滿意的答案 就是 所謂的就是我剛才講 InstructionString Err Flow InstructionString 也就是你執行到哪個程式嘛 對 就真的執行到那個程式嘛 才會照 執行到指令 對 哪要指令 哪要指令然後真的觸發這個 interrupt 我們才會說 這個是 就是 就是 Synchronous的 那個 interrupt Exception Synchronous的 Exception 但是像剛才那個PenSB 其實我們是相當於去寫 一個 寫一個 寫一個那個 叫什麼啊 RigisonMap 還叫FutalMap 就是我們去寫 PenSB 對 就是我們去寫那個 PenSB 對 你到底要講什麼鳥啊 就是我們去其實 我們剛才 剛剛看到Code 其實我們去寫PenSB 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寫了一塊 就是 周邊 中邊相關的那個Rigge的對應 那 那 你就是存取到周邊 對 我們是去存取周邊 然後呢 那存取這個周邊 雖然是在 所以呢其實 就是 系統要 整個CPU要收到PenSB 其實還是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 這個是算 Unsynchronous 它並不算Synchronous 因為其實我們寫那個register 那個 那個bit寫進去 還是需要時間 因為它是存取周邊 對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PenSB 不會是Synchronous的 這個 的那個 Exception 對 那我等一下會把相關的那個 我的那個問題 附上去給 給大家 就是大家可以當做Reven來看 因為就是在按Community上問 你要怎麼 區分 SVC SVC SVC是Synchronous PenSVC是Asynchronous 這兩個東西怎麼區分 是 那 剛剛我們看到SVC的話 其實我們真的是執行人 一道一行指令叫做SVC 那 我們 而且會執行到底 對 那其實它就是 然後這其實就是真的執行到那個指令 那就是我剛才給的那Synchronous的定義 那所謂UnSynchronous 其實就是 所以說我模式真的會切換 對 我在UserMode 執行SVC指令 然後我就會怎樣 瞬間馬上回去 不是瞬間馬上回去 不是瞬間吧 然後會執行回來 對 那如果 如果 如果 那個Kernel有 有辦法處理這個 呃 Ecession的話 我就會不要說 我去 做對應的系統比較 對不對 嗯 對 這是SVC 那PenSV PenSV相當於是去 呃 去寫入 因為PenSV會有相關的 它對應的一些rigid 像你有 Clear 就是某些Status 像Clear 或是說Pending 或是說 Enable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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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Clear Clear是女孩子 Clear 我太想他了 沒有 那就是有這幾個 相關的這種操作的 這個register 所以其實 你是想當於是去 寫 這個PenSVC的Beat 對 那其實 假如你們再進去點到 這個code 你會看到其實 就是我們去 對那個register寫入一個 PenSVC的 Mask 對 所以其實 你寫進去的時候 系統還不會馬上產生 所以 這跟我們剛剛一開始下的定義 就是執行到內行指令 馬上 發生interrupt 是有一點點出入的 對 因為你寫到 你是寫到周邊 你不會馬上就是把那個 那個值馬上就是 一寫馬上就進去 是不是的 所以其實這描述是錯的 它是 它是對的 不是 我說 有一些interrupt 應該是Exception 對 其實這件事最好是寫Exception 那我只是擔心 就是大家大眾話比較 我 我只是 你就是 沒寫對馬 啊沒寫對 然後以後我就照 Undocument寫 就是大家都是call 就是叫Exception 全部都叫Exception 那Exception裡面才會區分 所謂的 Reset Fault SVC 然後還有所謂的interrupt 對 那全部會封在Exception裡面 對 所以我們剛才一直講的都是Synchronous的Exception 然後不會講Synchronous的Interrupt 對 那 不知道這樣 還行嗎 那就是跟InsurrectionStream比較相關 那 我等一下回覆相關的 文件 然後先讓我 那這個 這個東西在哪 這個 呃 就是 就是 解釋一下 你做了什麼白吃事 嗯 為了 加快 四出的時間 我們直接 這是一個錯誤對不對 對 這其實是不太好的 一個抽象的 所以這個 這個問題在 在issue issue裡面其實有提到 其實有提到 我們就已經有準備要修改它了 不好意思 好 我已經 我以為你 你剛才已經修掉了 不可能 你修另外的啊 嗯 我看一下 好 所以事實上呢 有一個issue 我把它貼出來了 唉 issue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 這個 好 所以其實有一個issue 就是專門修這個 就是 因為其實那個 定義在很不直覺的地方 定義在serial 其實這是不對的 那 總之這是 無焉快的錯 好 它會把它改好的 那它改不好的話 你可以繼續 追蹤它 好 然後呢就是 有的朋友問到這個 m0 可不可以呢 m0 我相信是可以的 但是比較麻煩 另外是 我們現在的程式碼 都是針對 v7m的 v7m 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話 v7m的話 主要就是這個v7entry要改 然後 這個p3這個地方 可能要做一些修改 因為那個 m0的話是v6m 所以那個指定期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然後 希望我個人觀點是不建議的 不建議再繼續做下去 因為這邊有幾個考量點 就是說 因為事實上呢 像以sdm32來講 或sdm32 l0的話 或是l1的話 其實也有機會做到還蠻低的功耗 然後呢 因為 因為 畢竟 v6 v6m的指定期 還是有很大的出入 那Compilot能夠做最佳化 基本上還是針對v7m 那在 新版的 新一點的GCC 像GCC的 5.0開始 那M系列可以做一些 更深度的一個最佳化 那但是 v6m呢 基本上最佳化的空間很有限 所以 事實上就是我們考慮到 開發工具 城市的可用性 以及維護的成本 那其實 我個人是認為說 v6m不建議 當然你可能會說 我現在有一些硬體啦 比方說 比方說那一些 什麼新唐的啊 或是之類的 那硬體 可能這個也是一個考量點 不過 就是 我只能說 歡迎送Page 但是 我們基本上本質上不會去 就是 不會特別去使作這個部分 就是M0的部分 然後 然後剛才關於這個Synchronous 跟Synchronous的提問 也寫在這裡 好吧 看一下中間還有什麼問題 那有人問SVC那個 S是什麼 是Synchronous的嗎 不是的 不是阿 S是Supervisor 我這下沒有回來 但是我沒有 忘了Take他 對 然後 然後 好吧 看起來 看起來大家可能需要消化一點吧 OK 好 太好了 這個 我們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不只是從這個 網路基本建設 到這個內容 對吧 最大問題是內容 說得好 對 好 好吧 總之感謝大家 大家晚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